一个只喜欢船不喜欢房子的男人 詹姆斯有七艘小船 生活在两千多英里的水道上 每天就轮流睡在自己的小船上 这么多年来 詹姆斯已经习惯了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 船内的小空间 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卧室 由各种部件拼接出一个小窝 就是想找个好角度躺好有点难 看着多少有点难受 但是这种生活老瞻已经过了35年 有一天他找到自己的建筑师侄子 本收到叔叔的委托时大为震撼 这老头竟然想上岸 突然想要建房子了 主要是人老了 挑不动了 老詹在伦敦确实有一间小公寓 但是对他来说不够豪华 普通的房子是满足不了他的 新建的房子至少得跟航海沾点边 选址就在这建了85年的破屋上 詹姆斯加河边的农田 老詹打算在这弄个船屋 船一靠岸就回到自己家 侄子计划出方案 首先要打入22根混凝土桩来固定房子 再将桩扩展成高台 在上方打造一个混凝土平台 上层建筑有木头打造 云山木做框架 然后覆盖一层当地板栗木 V型蝴蝶屋顶将收集于水 从内部来看 房子像一艘大船 空间很宽敞 有三室两厅还有一位 室内空间视野开阔 哪个角度都能看到美景 外侧是房屋露台 像船的甲板一样 卧室后面还有半开放的工作室 用来修理面向河流的船 好侄子设计的屋子预算30万英镑 期限为一年 10月开始拆迁工作 小破屋在挖掘机面前孱弱不堪 三下就瓦解了 破屋子是老瞻姑妈传给他的 这附近一整片农场都是他姑妈的 在老瞻16岁时 收到了巨额的家族遗产 他转身就去当了朋克少年 跟一堆杂朋友混到一起 结果法律禁止他直接使用继承的钱 而设立了基金会来托管 现在花的钱还得向受托人申请 30万预算就是基金会卡的 自己的钱还得求着别人要 惨兮兮的 1月份老瞻找到了便宜的承包商 开始为地基打桩 22根柱子将被敲进地下12米 再由混凝土填充 没想到干了两周承包商跑路了 留下风干后的地基 卷走詹姆斯8.7万美金 詹姆斯和侄子傻呆在原地 因为找不到承包商 项目搁置了四个月 现在他们只能先雇几个工员 自己当监工 詹姆斯完全没有经验 想对工员指指点点都不知道该从哪下嘴 听说老弟要建房子了 在附近打理农场的哥哥前来观摩 老弟终于不在水里漂着了 现在家靠得这么近 以后可以相互照顾了 建房时间来到了次年9月 詹姆斯在求了基金会几次后 基金会愿意补上8.7万的预算 这下屋子的预算来到了40万英镑 现在他们有了新的承包商 工人开始打造房屋的框架 一片片山木板被固定在柱子上 詹姆斯说这屋子像纸片 这屋子可比船温暖坚固多了 里面充满一层绝缘体 为了让屋主更加贴近户外 侄子设计了透气材料让空气流通 防水的呼吸膜 夏天室内就会很凉爽 詹姆斯开始在意自己的房子 施工的时候也会跟侄子提意见 现在他已经不住在水上 改成住在车里 看起来詹姆斯还是喜欢这种小仓体的感觉 他在陆地已经睡了快一个星期了 我愿称之为有水生生物向陆生生物过渡 船屋开始搭建屋顶 形状跟别人家屋顶是反着来的 坏处就是容易积水 腐烂木头 好处就是显得屋主比较有个性 施工对对屋子外壳做了隔热处理 屋顶也逐渐完善 最后铺上一层波纹水泥板 可以将雨水引导到广阔的中央沟渠 屋内也开始涂上蜜子 詹姆斯委托一家小工房给他做瓷砖 手工的图案给房子增添不同的色彩 房子还剩最后一项外部工作 为绿色屋顶建造瓦片和土壤层 房子的室外露台和室外楼梯也搭建好了 建筑的形状和细节都显露出来 詹姆斯临时在厕所和室外车间中加装一扇门 因为在这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室外的风景 建了将近两年房子 主持人回到现场观看最后成果 船在岸边直接停好 屋子就立在小斜坡的上方 主持人迫不及待地走在前面 奇怪的屋子形状立在眼前 巨大的拱形屋顶延伸到结构的桅杆和泪柱上 一条弦梯通向房子的外壳 房子被柱子架在半空中 像是能随时滑入水中 变成一艘船一样 这就是侄子要制造出的效果 给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创造一种分离感 接下来走进屋内 室内的空间相当地宽阔 家里的装潢突出一个朴素 唯一的装饰就是那些手绘瓷砖 看不出这个是蚊子还是蜻蜓 詹姆斯说这些是苍蝇 多少有点抽象了 屋子最大的亮点就是结构 从它的中央脊柱开始 向两侧向上张开 就像詹姆斯一样 多少有点不正常 厨房在屋子的最角落 詹姆斯本来不喜欢橱柜 但是为了实用性 还是整了一个 一部分部件都是从船上抠下来的 往前可以走到卫生间 该区域的墙壁覆盖着鹅卵石 和当地的甜栗子木材 独特的木材颜色 卧室相当简洁 连个床头柜都没有 詹姆斯卧室配有毒味 相当豪华 鹅卵石的规格最高 只需打开那道门 就可以直接欣赏到室外的风景 坐着拉室也太爽了吧 不仅仅是厕所可以连接到户外 每个房间都通向露台 确保詹姆斯有自由的环境 从房子的河边看风景是最好的 屋前的柱子创造出对称的构图 河岸有个小露台 詹姆斯经常在清晨时 全身赤裸地站在这 反正周围也没有围观的观众 这里的原先设计是修理传制的区域 詹姆斯觉得它也可以是一个画室 或者在上面整个吊床 每一寸可用的空间都被詹姆斯占领了 甚至在屋顶上建造了一个私人花园 旁边是太阳能电池板为他的房子供电 詹姆斯的哥哥来看他了 看到弟弟终于过上定居生活 哥哥很欣慰 虽然改造时被第一个施工队拐走八万七 好在房子本身的耗材不贵 詹姆斯很感谢自己的侄子 尽管他总是不听自己的建议 在过去的几年里 詹姆斯从未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三天 这次竟然破天荒定居了两周之九 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在刷新记录 从爱船到爱房子 完美的屋子无需华丽的设计 朴实的设计也能营造出放松的环境 就像詹姆斯的船屋一样